大家好,我是华欣比奥哥,今天是8月1号,我身处的地方是全国最大的二组手机批发市场,我给大家讲述真是老五行情 首先是12波罗,128G的,这台手机是2023年才产的,我是正常年份的,当然是一台观光机 这个充电只有两次,电池100,外观城市可以说达到99新的一个标准 这种机器拿货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贵的,3500拿货 但凡电池来个890左右的也要3400了,所以说这种机器我们拿来商的数一个优势的价格 但是我们机器相对来说,这个行情来说,可能说价格还是有点贵 因为美版机器因为汇率的调整呢,很多货是比较贵的,对不对 基本上一度别进国行的价格了,但是国行比国还是便宜一点,对不对 这就是美版机器的还有一个优势,这个是12的256G,都是一些充电电池100的 偶尔这种货也是用老板给我们留下来的,正常这种货是非常稀少的 不可能这种年份的机器是吧,养杀电的机器还有那么多电池100的 它是我们美版的货是有大批量的货到的,一下到个几百台 是不是有些电池比较高的,极少数的,也是有电池70多的,这种12系列也是有很多的,对不对 就是说根据他们也会分成一个369等,去分成这种机器 货好的,承设好的,电池高的,他们也会卖一个比较高的价格,这个是3155拿货 对比一般的贵了1200块钱,这个是13pro128G的,这个机器就比较特殊一点 在这个机器呢,是在官方的换过原装显示屏的,在关于本机的内部呢,是显示资品弹窗的 那么这种机器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划算的 咱们可以说是4100的价格,一个把它给它安排下来 这种机器比正常价格能便宜一点,但是呢,好在是官方的换品,对不对 如果说很多机器,大家有些要便宜的,有些要纯原装的,又要层次好的 相对来说,价格是不可算的,没有说什么绝对的性价比,对不对 只有一些瑕疵,你能够接受,才能赏出它的价格便宜 这个呢,是14plus,128G的,美版无所高,双卡的机器 存在系列呢,是美版机器是需要拆机改卡的,不然它是没有原始的卡槽的 那很多兄弟还会问,我就要个单卡,我为什么给我改个双卡了 它默认卡槽,一个都没有,它这种机器就是一个边框 它是美国那边是有eSIM的,都不用我们的这种实力卡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对吧 不是说我们非得要去改卡,赚大家一道钱 或者说把机器非得给大家搞个什么 选心理纳修,对不对,这个电池还有很高 这个拿货了4250 这个机器支持13plus,5142G的,美版无所单卡 这个万贯城市呢,98成新,电池呢,90 这种机器目前市场拿货了在5400块钱 对比国防港版的,这美版机器就算价格在什么涨 你看这种机器还是能够便宜个五六百,对不对 那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如果说什么时候美版机器跟涨到 跟国防机器完全一个价了 那美版机器真的没有什么性价比的,对不对 包括目前市场上的很多11系列的机器 1111plus,11plusmax 基本上美版跟国防就是一个价了 或者说非常的接近的 这种时候主要是国防的货少 没有那么高品货的货 这个是三星S23Ultra,这是美版的8加256G的全新机 这种机器就比较有意思了 这个是美版有锁的 是有锁机器,它是不能够解锁的 它可是用不了的 这种机器当时比较便宜 只要4000块钱拿货 这个屏幕都价值3000 但是你只能当做一个游戏机,WiFi机使用 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其他机器的真实奥黄情 各位在评论下留言 你们的问题奥哥都会一一详细的回复 感谢了大家的支持